我们现在要来讲解 在Zibrex中物件是要如何做移动的动作 那请各位在灯箱里面帮我打开Cube这一个物件 那在这个上面各位应该可以看到 绘制移动缩放和旋转 那在通常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直接改到这个移动的这个模式 那这个移动模式它其实就已经包含了旋转和缩放的这个功能 你不需要要缩放就切万道缩放 要旋转切万道旋转 不需要这样子去切 那在这个模式之下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黄色的这个正方形 它代表的是以这个黄色为中间点 来整体的这个缩放 那我们现在来拖拉 它就会以三个方向一起整体来做缩放 那再来如果呢 你是拖拉的是这个小的这个正方形 红色的那就会用红色箭头方向左右的这样缩放 那绿色呢就是会绿色的方向向上下的这个缩放 它是单轴的 它是单轴的这个缩放 蓝色就是蓝色箭头的方向 那你如果拖拉的是这个箭头 那它呢就会往这个箭头的方向去做单轴的这个移动 那再来是旋转 旋转你看到这个弧线 它代表的就是旋转 那一样是单手的方向的来做旋转 那再来呢 各位您可能会看到说 除了这个有颜色的方向 键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白色的这个方向 白色的这个箭头代表的呢 就是依照正对你的荧幕来做移动 旋转呢 也是一样 旋转 就是正对你荧幕来做旋转 所以它都是正对你的 它都是正对你的 好 我们这一个已经转到 有点奇怪的这个角度了 如果你现在希望 它这样子恢复到一刚开始转正 你可以选一下这一个很像恢复的一个箭头这个按钮 点它 它就会自动帮你转回 跟这个方向的这个呢 轴向是一样的这个正正的这个位置 它会直接帮你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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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这个房子 那再来呢 这个锁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锁的意思是当你点开它解锁的时候你再拖拉 这个操作轴它就会跑到就跟你的这个物件做分开 它就可以单独的这个移动 移到你喜欢的地方之后 锁再锁起来 那你在移动的时候呢 你的物件就会跟这个操作轴来做移动 那这一个呢 很像地图的标示 它代表的是当你点下去 你这操作轴会移到物件的正中心 它会移到物件的正中心 那这个正中心要特别注意 它正中心的意思是没有遮照的正中心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这边遮照起来 我再按一下这个地图标示 它就会跑到没有遮照的正中心 好那我先接照解除 那另外还要特别注意说 当你有打开对称的时候 你按一下地图的标示这个 它的正中心会以你另外一半 跑到正中心 它不会说是整体物件的正中心 我们有一个速决键 当你按住auto 你这个锁它会自动的打开 当你放开它就又会回来 所以说当你现在希望 做移动这个轴 你可以不打开这个锁 你直接按住auto 那它这个一样操作轴是可以自己的去移动它 这个是蛮方便的这个做法 强制性的图钉 强制性的 它意思是说 它会让你在移动的时候 让你的操作轴就固定在这个位置 那你在这边在拖拉的时候 你的操作轴不会随着物件的去移动 它操作轴就这样子在原地停留 这个模式我们比较少会去用到 因为一般并不会说 我移动了这个操作轴还会在原地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使用方式 所以这个图钉一般我们比较不会打开 那另外这个呢 这个我们再来 未来再来讲 因为这个呢是牵涉到 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物件 要不要一起整体移动 它才会用到这一个transpose的模式 那我们未来呢 再跟子物件还有这个资料夹的管理 再来一起的整体的解说 那再来这一个呢 齿轮里面它也是会有一大堆很多很独特的这个功能 我们也是未来再来一项一项来讲 你们应该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英文字母 会需要用到它 我们下次再来解说这个功能 那你们现在要知道的是 这个有的时候你会不小心把它关掉 变成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模式 这是另外一种移动方式 它的切换是透过这个 那这个基础的操作轴我们就在这边结束 这是最后的一种移动方式 这是最后一种移动方式 我们下日的议动方式 这一种移动方式 我们下日的皆许 在这边就是这种移动方式 我们下日的经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